艾菲尔老师来帮我们看看 哪些星座的人 比较容易迷信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从星座角度来看看 你是不是一个比较迷信的人 那么这个迷信一般来讲 就是说你可能信一些玄学 或者是神秘学 或者是说一些这种 不可预知的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看哪些星座朋友有上榜 我们来看看第三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星座容易迷信 是巨蟹座的朋友 但是这个迷信不一定是迷信鬼神 我们看一下迷信什么部分 它迷信专家 而且它觉得专家是最有权威 这个巨蟹座它的迷信的部分 它等于说比如说它对于受生 它就是说我一定要找这个权威的专家 来给我一个咨询 或者做一个指导 比如说我想要受生的话 我也要找这个专业的营养师 它的这个迷信的部分 是比较迷信所谓的专业能力 或专业行为的人 它觉得有专家身份 有认证的这个人 所给予出来的建议 是最有权威的 所以巨蟹座你会发现 你跟他在沟通 或者在资讯的时候 他其实会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某一个专家 说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那么建议大家 用这个方法会很好 但是这个迷信的部分 就是会有好有坏 如果说你相信到一个 比较正派的人的话 那也许呢 他的建议就解决了你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相信到的 一个所谓的专家 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的话 就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发展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天蝎座的话 也是非常容易迷信的 迷信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比较迷信偏方 而且它觉得偏方 最有奇效 大家都知道天蝎座 其实是比较喜欢一些 神秘或玄学 或者是说不可知 或者是说一些这种 比较偏门的东西 他觉得这个偏偏的东西的存在 一定有他的一些智慧 或者是他有一定 他的一些历史的这个传承 他觉得这些偏方 可能能够制得了一些 这种奇怪的一些 病症或者是一些疾病 他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遇到一些 健康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皮肤上的一些小疹子 那么他就会觉得 偏方最有奇效 这个偏方也包含了 就是美容偏方 天蝎座 对 一名的部分太阳上升 如果是双鱼座的话 也特别容易迷信 我们来看一下 双鱼座他是迷信法术 他觉得法术能够改运 其实想要改运 或想要改变生活的人 我相信十二星座里面 每一个人都想要 但是双鱼座的这种 想要改变的部分 比较会是希望说 借由一些比较节省 或者是省力的方式 能够快速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觉得相信天地之间有神佛 而且有法术的存在 他觉得迷信法术 而且他觉得法术能够改运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 就会比较偏执 那么有上榜的部分 巨蟹座天蟹座 以及双鱼座的朋友 都是比较容易迷信的 新作给他做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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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